因為走路的動作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我這邊就不再把參考圖叫出來 然後這個要講的是 就是快速完成走路而已 只是要快速完成走路這件事 好 那所以AutoKey打開 然後也不setKey 就是這個 所謂的setKey只做這件事情就是 把身體先壓低 然後也不管那個 Pivot在哪裡 基本上現在是全FreeKey的狀態 好 那大概 這走太大步了 走太大步很容易 等一下腳會ㄍㄧㄥ到 好 你看那個腳不會跟著我上升 好 這是FreeKey的狀態 所以才會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我就得到第一個影格 那這個 這種條法就是最笨的條法 就是一開始所有的想法 好 就先決定就確定了 腳是那個 比如說骨盆的方向 好 然後 然後 呃 這些就一開始全部定義好 它的角度就自己調 好 全部自己調 如果你的膝蓋想要這個方向也先調 等一下 Local 周 有了 好 走路的時候要這樣子走 好 這個樣子就是 就是 往外跨的樣子 然後這邊也是 讓它可愛一點 嗯? 沒轉到嗎? 好 像這樣子 那 呃 當然這會產生這個 這個角度的問題 不過這個先不管它 好 我們只要先看到一個 這樣子比較Q的 走路樣子 好 那 CopyPaste又來了 就直接 Pose Copy 鏡向 同方向 所以 現在就這樣了嘛 就是原地滑嘛 就原地滑嘛 那 所以中間章 這隻腳 在地上 然後人抬高一點 好 人抬高一點 那這隻腳是 看一下那隻腳是什麼 好 這隻腳是要在空中的 好 再來 再來CopyPaste 欸 卸掉還有一個 這個這時候要調整 好 骨盆的高度 好 那至於腳踩得準不準 我們不穩那個自己另外調整 骨盆的高度 那BipP-01的位移 然後腳要自己拉回來 因為我沒有釘地面Key哦 我這個我沒有釘地面Key哦 所以它純粹只是一個 假的 假的 假象的 呃 全部手條啦 就全部手條的意思 那這個姿勢在Copy 這個姿勢在CopyP-01 靜下 呃 3.113 負的 3.113 這個要人工控制 因為CopyPaste的時候 我們沒有Copy這個東西 好 然後這裡要回到0 好 過來 然後回到0 再換到另一邊 那 因為高度也沒有Copy過來 你要看一下 36 另一邊 然後又回到這裡 身體歸零 回到一樣的高度 好 那這是最 懶的 原地走路條法 你現在看它滑滑的 可是其實在game裡面 或是角色很小的時候 就非常不明顯 非常不明顯 那當然 這個樣子還是可以再強化 差不多在這裡 這一個影格 身體再更低 就是腳踩下去那個姿勢 身體再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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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多得到這個 好 那我當然還可以在這個影格 這個影格 再加一個身體更高 因為這個影格是要做這個運動 就是腳這樣子頂 然後這隻腳可以再抬高一點點 不用 所以你看這裡,我多加這個又有層下去頂起來 這裡不是最高,這裡才是最高,頂起來 這就是比較美式的做法 美式做法是這一格最低 然後這一格最高 美式的做法是這樣子 所以我又得了多了兩個動作 Copy Paste Copy Paste 但是有個Key你一定要人工再去確認 BEEP01我沒有Call 所以這個要人工再去確認 0.924 OK,負了0.924是對的,高度不對 這一格 2.778 這裡不對 等一下改 再回來 Copy 負的 一樣的數值 因為這是鏡像 所以 那當然你從這種去畫面看就會還是有一點問題 可是 事實上 如果你只是 很 就是一個遊戲性用的角色 或者是一個很小的角色之類的這種形態的 在地圖上走的時候就看不出來了 好 那調又好調 調起來也好調 那個身體的高度的律動也有 當然可以再 調的更順暢一點 好 所以如果只是要求快速 馬上得到一個 那 這樣也是一個動作 你可以看到其實有那個律動 那當然還有一個 頭嘛 這個調一下 好 嗯 欸 欸 等一下 Auto key沒看 第八格 股盆往那邊 頭往這邊 欸 那對 股盆往那邊 我頭還是往 頭應該要往這邊 這邊 這一個 頭的key啊 刪掉 這一個也是 這個應該也是 因為頭應該只會跟骨盆的key是一致的 好 那又增加了 其實你注意看腳是滑的 好 但是 這樣看的時候不明顯 好 那所以 呃 如果不很 要求 呃 因為其實 呃 當李智在遊戲裡面跑來跑去的角色的時候 他腳是不是完全貼 貼的那麼準確 就不明顯 可是做動畫這樣子不行 做動畫會被看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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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